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人事与政策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抨击美国在美国边境骚扰中国学生 中国计划在明年之前将超级计算网络上线 以推动数据能源发展 美国有一个新的邪恶轴心需要防范 中国的宣传主管被要求大声歌颂光明的经济前景 放松点 西方价值观并没有受到威胁 只是西方的主导地位而已 请大家收看 中国抨击美国在美国边境骚扰中国学生 南华早报 中国指责美国当局在边境骚扰中国学生 并每月拒绝数十名中国公民入境 中国外交部声称 持有有效旅行证件和签证的中国学生 受到美国边境当局的虐待 包括审讯、拘留、强迫认罪和驱逐出境 中国呼吁美国取消一项行政命令 该行政命令阻止据称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进入该国 该部认为 这一命令破坏了中美领导人之间关于增加人文交流的协议 中国计划在明年之前将超级计算网络上线 以推动数据能源发展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数据管理局NDA宣布 全国范围的计算能力超级项目将于明年投入运营 该项目旨在增强对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技术的支持 已在与美国的高科技竞争中提升中国的地位 集成计算能力网络将把全国计算中心汇集成一个通用、智能和超级计算能力的资源池 供地区数据中心和东部数据与西部计算项目使用 该网络旨在解决数字资源的地区不平衡问题 提升中国的技术实力 美国有一个新的邪恶轴心需要防范 彭博社 根据彭博社的一篇评论文章 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紧张局势 全球冲突的风险可能增加 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文章指出,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并卷入其他交战方 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 作者提出,如果美国分心或削弱 伊朗、俄罗斯、中国和朝鲜可能会形成一个邪恶轴心 并建议建立联盟,分别对抗每个对手 一个最后的最好希望是一个由中美双方领导的稳定轴心 中国的宣传主管被要求大声歌颂光明的经济前景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的办公厅主任蔡奇 敦促宣传部门宣传中国经济前景的积极观点 以提振公众信心,应对经济放缓 蔡奇在北京的一次宣传部长聚会上发表了这番讲话 表示应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的努力 这是北京方面试图应对负面情绪 恢复对经济的信心的举措 该经济受到疫情和外资外流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美紧张关系的升级以及欧盟试图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挑战 国家安全部最近警告公众要谨慎对待点滴中国经济的叙事 称这些叙事是遏制和打压中国发展的一部分 放松点 西方价值观并没有受到威胁 只是西方的主导地位而已 南华早报评论版 西方的领导人和评论家们正处于恐慌状态 因为他们认为非西方的政府、文化和社会正在挑战和颠覆西方价值观 然而,他们所指的价值观并不清楚 如果我们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确立的权利视为普世和西方的权利 那么经济权利可能比政治权利更为基本 西方,尤其是美国 花费更多时间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和社会 而不是相反 随着西方实力的下降 非西方人越来越多地挑战和破坏西方的话语 唐纳德、特朗普将被击败 使2024年成为一个更好的年份 加拿大环球邮报 作者认为 由于强劲的经济 现任美国总统乔·拜登将在2024年选举中拥有重要优势 美国经济正在开始复苏 通胀率下降 失业率低 消费者信心增长 尽管目前的民意调查并未反映出这一点 但作者认为拜登通常能够超越预期 另一方面 作者认为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以美国已经破碎的竞选口号并不有效 因为国家正在复苏 作者得出结论 拜登将在选举中获胜 给予特朗普应有的惩罚 警方移交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研究人员的档案 英国独立报 大都会警察局已将调查一名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议会研究员的文件提交给皇家检察院 CPS考虑 这名与保守党高级议员有联系的研究人员于三月与另一名男子一起被捕 这位研究人员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并表示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在强调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挑战和威胁 这项调查引发了要求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呼声 中国航空旅行的复苏将加速推动更多美国航班 彭博社 中国的航空监管机构 中国民用航空局CAC预计 到2024年底 每周国际航班数量将达到新冠疫情前水平的80% 目前 每周国际航班数量超过4600架次 CAC预计到2024年底 这个数字可能增加到6000架次 该监管机构还计划增加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直航航班 作为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一项协议的一部分 由于航班容量不足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脆弱的经济前景等因素 中国人对海外旅行的需求恢复较慢 中国与美国之间直航航班的恢复尤其缓慢 目前每周只有63架次 而疫情前为340架次 CAC预计今年国内外旅客出行总量将达到6.9亿人次 比2023年增长11% 该监管机构还计划扩大于一带一路国家的航权 并加深与中亚、中东和非洲等地区的合作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周简报的观察员 让我们回顾一下本周的新闻要点 首先 中国抨击美国在边境骚扰中国学生 并指责美国拒绝数十名中国公民入境 中国外交部称 中国学生在美国边境遭受审讯、拘留、强迫认罪和驱逐出境的虐待 中国呼吁美国取消阻止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的命令 其次 中国计划明年上线超级计算网络 以推动数据能源发展 该项目旨在提升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技术领域的地位 并解决数字资源的地区不平衡问题 接下来 彭博社的评论文章警告称 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紧张局势 全球冲突的风险可能增加 甚至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文章提出建立一个由中美领导的稳定轴心来对抗潜在的邪恶轴心 中国的宣传主管被要求大声歌颂光明的经济前景 以提振公众信心 应对经济放缓 中美紧张关系的升级和欧盟试图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也给中国经济带来挑战 南华早报评论版指出 西方领导人和评论家们过于恐慌 认为非西方国家正在挑战和颠覆西方价值观 然而 西方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和社会的情况更为普遍 加拿大环球邮报的一篇评论认为 由于经济的强劲复苏 现任美国总统乔·拜登在2024年选举中将拥有重要优势 而唐纳德 特朗普的美国已经破碎的竞选口号并不奏效 英国《独立报》报道称 英国大都会警察局已将一名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议会研究人员的档案移交给皇家检察院考虑 最后 中国的航空旅行复苏将加速推动更多美国航班 中国民用航空局预计到2024年底 美洲国际航班数量将达到新冠疫情前水平的80% 该机构还计划增加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直航航班 以上就是本周的要点新闻 对于中国抨击美国在边境骚扰中国学生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体现 双方在贸易 技术和人文交流等方面的摩擦日益加剧 这对两国关系和全球稳定都带来了挑战 至于中国计划推出超级计算网络 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领域的发展 有助于提升中国的技术实力 关于全球冲突风险的警告 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 避免煽动恐慌情绪 战争是没有赢家的 我们应该努力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问题 最后 中国经济的复苏面临着一些挑战 但我相信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和智慧来应对困难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观点和问题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